为什么选择欺骗和背叛呢 甚至连董事长进了医院你都无动于衷 表姨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自私自利 铁石心肠啊 小杰 人要往前看 首席设计师的位置 你愿不愿意走 这次我帮不了你 对不起 我的辞职信你应该说到了吧 我这有一段录音 如果你听满了之后你还想走 又不会阻碍了 你觉得小杰 像你这位抄袭犯罪的同伙 你觉得他还会想再见到你吗 我当初应该总是吴小慈的 不可能 我不相信 如果我把这段录音放到网上去 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名誉扫地的不仅仅是吴小慈 还有 还有你的前途 是不是都一文不值